清潔 召码動足心機懂人掌握機線 大家好我是謝忠玲 歡迎收看今天11月29日 召码動能大戶肉板的盤後幾盤視頻 我們之前看盤大盤今天狀況下跌130點 OTC 0.69點 朋友昨日的美股是大跌的 那昨日的美股大跌 如果說你相對台股來看的話 台股跌很正常 太好了 台股點很正常啊 但如果說你就整個格局來看還是怎麼樣 就整個格局來看還是一樣啊 就是一個橫盤做整理的格局 那今天怎麼樣 就ODC來講他還是有收腳的 他不是什麼一根黑K掉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頭部 他還不是 有點小破線沒有錯 有點小破線啊 但是如果說以現在這部分來看的話 美國氣勢漲了嘛 所以如果說接下來 接下來他可以拉回去的話 當然就稍微好一點 但是說真的拉回去也是一樣 因為他就是一個怎麼樣 他就是在那邊一個盤來盤去的格局 那盤來盤去的格局 下去就收上影線 上去呢 總共拉上去 他也不太容易過這邊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繼續盤整 繼續盤整各部表現 那繼續盤整各部表現的話 外債條件不佳 今天台股又跌 總共只要關財線試就可以了 關他什麼 你手中的持股到底有沒有失控啊 也就是今天這種狀況 他到底有沒有抗跌力道啊 他如果跌幅是在1%以內 跌個幾毛錢 那個都算正常 如果說是像那種 我舉個例子好了啦 比如說像星星這樣子 一根黑K灌下來 那個整個型態破掉的話 你可能要做點處理 不管是換股要怎麼樣 再怎麼樣也要買點保險 因為該怎麼做都怎麼做 我現在你非常清楚 那種灌下來破 一根黑K灌下來破線 破的亂七八糟的那個 應該都要先處理吧 處理 你很喜歡他 等到後面再轉牆 你再買回來都可以好不好 就買個保險 避免什麼 避免後面是萬丈深淵 好不好 你10%傷到皮肉 你不想砍的話 到時候20%30%已經傷到骨頭了 那都砍不下去 應該沒有錯吧 好不好 所以就他們的部分 今天整理來整理去 但是呢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它還是一樣 它是一個盤局 但是盤局的話 外資金有稍微退點多單 有退點多單 退3780 目前的衛冰昌是25396 比看當日27466還少一點沒錯 但是呢 沒有少得很誇張 比如說什麼 少個幾萬口什麼的 不是 就少個幾千口而已 那少幾千口 其實就得發要封城了嘛 得發這個地方 要封城的話 其實這很正常 不過 朋友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我現在這個 我昨天在節目上 也跟大家提到過 今天台幣盤中還是森 你知道嗎 它又繼續去挑戰什麼 又繼續挑戰28.5 每天都這樣子 就是往下就是 怎麼這個就往下就升值啦 尾盤3點到3點半 央行都不接電話 因為幹嘛 要坐駕嘛 所以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央行都是在 在擋啦 這央行在擋的啦 所以昨天 我們在錄的時候 它是一根灌下來嘛 我今天 剛錄 剛印下來 太子是這樣子 我猜啦 尾盤應該要拉上去啦 我就是3點到3點半 都不接電話嘛 要坐駕嘛 所以應該要拉上去 但是整個態勢是怎麼樣 朋友 整個態勢它沒有翻上去 你知道嗎 翻上去就代表台幣在貶值 台幣在貶值代表什麼 代表外資賣股票的話 順便把錢匯出去 但如果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外資不但沒有把錢匯出去 反而錢一直在進來 那錢一直在進來 等到後面的這個變數沒有了 等到後面這個11月3號的變數 我們稍微樂觀一點好了 美國真的選了副總統 而且也沒有人賴皮的狀況下 這個變數就沒有了哦 股票市場不怕利空 怕不確定因素而已哦 現在就是這個不確定因素 讓這個錢不敢進場 沒有錯嘛 然後呢疫情這個地方第二波又開始 但是疫情第二波這地方開始 同時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現在還在哪裡 還在12662耶 錢高是1268對不對 1262它還在錢高附近做整理耶 代表一樣啦 邊際效用在地間 也就是儲分你比第一波很嚴重 不然呢 不然這個股票市場 我們說實在 這 同樣的招式對生透式有夠好過 沒有好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部分一樣就是我們持續的看盤整 那當然看盤整的話 都沒有 規結到操作還是 還是要看個股嘛 對不對 還是要看個股嘛 我們昨天跟大家示範過訊號 之前活動也送給大家 跟大家做分享 昨天是很快的在9點 還沒9點10分就漲停板了嘛 但是 這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嘛 就是 我們一起賺嘛 不是說什麼我賺得很爽 活動我有分享給你啊 但是這裡面一支嘛 這今天大盤再大跌對不對 下了8點10有啦 早上也有跌啦 最多跌到31.8 有沒有 他昨天這種強勢股 都很多短線客啦 很多短線客的話 今天一定是洗來洗去 但是那洗來洗去你有沒有發覺 他盤中還可以擠拉 最高是358 收盤收多少 收盤收339 他持續的怎麼樣 他持續的創下新高 幹不是 沒漲的時候我有講嘛 沒錯吧 沒漲的時候我有講 上有線我也有講啊 昨天掌領板的恭喜大家嘛 我們一起賺錢嘛 今天呢 今天最高358 收盤繼續闖高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所以同朋友 大盤在做震盪 震盪就是各無表現 各無表現 基本上都考驗什麼 考驗選股的功力 就是看怎麼選股而已嘛 你要選10月營收 有機會再往上成長的 有營收就比較不會怕什麼 就比較不會怕震盪 如果說有卡在裡面的話 代表後面可能還是有夢 好不好 然後中心店 會不會我中心店今天跌對不對 真的不就出了嗎 真的出了啊 今天跌不關我的事啊 我們昨天拿錢散人了 我也跟你做過示範嘛 跟你做報告嘛對不對 然後這是前幾天跟大家講的 今天也是開低啦 大盤一開早上是跌200點耶 跌很正常啦 但是就如同我低通的訊息 在跟什麼 跟我們的學員講的 今天早上一定是賣壓很沉重 但是呢 中盤國務你要看什麼 看有沒有結構性止跌 也就是 但是他點火一些人氣股 或是說法人認同一些股票 他把那些點火拉起來 讓大家認爲什麼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牌還是有人在顧 還是有多方火種 這個也是一下 早上 啊 欸 擠啦 收紅 對不對 大盤今天是跌的對不對 大盤今天是跌它是紅的 今天我又請貫特買這一支 好不好 今天我們請貫特學員買這一支 早上也是跌啦 收紅 也是蘋果的好不好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甚至說我們手中股票 有沒有 我今天只有一支是跌的 今天只有一支啦 好像跌幾毛錢嘛 跌七毛是不是 我的持股裡面 今天只有一支股票是跌的 好不好 就跌幾毛錢啦 跌差不多一趴 所以有沒有 我們做個結論啦 這個地方其實它是混來混去 在美國大選沒有結束 沒有結果出來之前 它入鬼混 也漲不太上去 跌有沒有 疫情在可能會跌啦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有提材個股在這種狀況下 它還不肯跌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 代表它有抵抗力道嘛 有抵抗力道的話 只要這個 變速 變速消失 或是說疫情這部分 有沒有 如果說會比第一波嚴重的話 就整個攻下去了 但是 大家都有經驗了 這個不太會比第一波嚴重 所以它只是會大幅的震盪 那會大幅的震盪 如果說這些股票不太震盪的話 後面 後面說真的啦 你11月14號第三季的季報 全部公布完之後 再來就是作夢行情了 作夢行情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了 錢還在持續進來對不對 你錢還在持續進來 作夢行情到一開始 這些現在會抗跌的股票 後面通常都是零漲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我再跟大家提的是一個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獲利 就有下一支 當然今天什麼 今天是最容易驗證我們持股到底 對不對股票嘛 那不是 如果說今天 大幅的露個肚子 吃菜 那就買錯了嘛 但如果今天大盤 對大跌 持股 都是穩的 相對大盤可以抗跌的話 代表 代表買對的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操作方法 對不對 那當然喜馬是什麼 跟著大幅走財富一定有 喜歡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退播通知你 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掌握其錢 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通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04年金管投顧新資地009號